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岡仿沙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位於日光山內 包含東兆公在內的日光神社與廟宇 總共有9棟國寶建築 跟日光二荒山神社 以及日光倫王寺 一起於1999年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也是日本知名的觀光景點之一 位於利木縣西北部的日光市 雖然人口只有將近8萬人 但總共面積達到1449平方公尺 超過台北市五倍的大小 有歷史也有自然 所以每年吸引約600萬人拜訪 這幾個世紀以來 日光的神社和廟宇 一直被視為神聖之地 而這裡與德川幕府時期的歷史 具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日光山裡面 的幾個重要國寶以及文化財吧 其中最有名的日光董兆公 為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的林廟 始建於元和三年 現在所看到的這些金幣輝煌的射電群 是寬有11年9月 江湖幕府三代將軍 德川家光 利用一年5個月的時間 都由280萬人力所完成的 大家可以慢慢散步欣賞東照宮的公益 首先來看看國寶陽明門 號稱日本最美的門 門上500多個雕刻建築 在陽明門周邊散步 欣賞國寶回廊 然後欣賞另外一個國寶堂門 不要忘記看一下包寶最愛的睡貓 由知名雕刻家 佐聖武郎所製作 除了國寶建築以外 東照宮境內還有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認真看的話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呢 我們先來介紹世界一場中的另外一個國寶 倫王寺泰優 這也是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公的墓所 這裡的國寶建築是拜殿 像之間 本殿 跟東照宮一樣 也是採用全線造的建築方式 與本殿跟拜殿兩建築間 以十間連接起來 與東照宮顏色稍稍不同 台幽影的顏色是以黑色、紅色、金色為主 台幽影的境內也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大家不能錯過喔 剛剛提到日光的惡社疑似 日光董照宮 日光山倫王寺 日光惡荒山神社 為世界遺產 我們就此介紹一下日光的其他世界遺產吧 二荒山神社有1200年的歷史 是日光的信仰中心 也是求姻緣的知名之處 另外鮑伯覺得這個朋友神社名字很可愛 對了 知名拍照景點神橋 也是二荒山神社一部分 也是重要文化財 跟二荒山神社一樣 倫王寺有1200年的歷史 藉由奈良時代的聖道上人所建 本堂為東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 十分氣派 那我們來介紹幾個日光的周邊景點 讓大家排兩天一夜的行程可以更豐富 建築本身為登入有型文化財的明治館 是日本留生機之父 美國貿易商FW Pong的別裝 所改建而成的陽食餐廳 也是他被漏過的擺明店 剛好位在日光的神社寺廟這一帶 所以可以當成一個吃中餐的好所在 最有名的餐點歐姆丹飯 吃起來非常的絲滑入口 在林上花的時間熬煮了法式醬汁 好吃 中禪寺湖是日光另外一個值得拜訪的景點 除了沿著湖畔散步以外 可以拜訪各國大使的別裝 另外倫王寺其中的一個寺廟 中禪寺本身也是一個看湖的好景點 日光最有名的自然景觀之一 應該就是氣勢磅礡的瀑布了 龍頭瀑布 滑煙瀑布 跟湯瀑布 都是這邊的必看景點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哦 做什麼 嗯 FE squat